哈喽各位好,今天老餐屬继续治疗胃口不好 交做一道家庭版穿味口水鸡 既然是家常做法,那肯定是以方便和快为准 所以我这次使用直接剃好骨的鸡腿肉 这样烫熟鸡肉再调个料汁就好了 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粗暴 足量水烧开 下葱段姜片和红花椒 然后下我们的鸡腿排 这种鸡腿排15分钟就能烫熟 如果你用整鸡,那么时间给为半小时即可 加点黄酒去腥 调成最小火 我们不能让水滚飞 否则会破坏鸡肉的鲜嫩 像这样保持水微微冒泡即可 15分钟后将鸡肉放入冰水中震凉 这样吃起来口感好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用料配比我放在屏幕上了 这个量是一斤鸡腿肉或者半只鸡的量 你可以自行增减配比 我跟你们说,用了这个配方 啥胃口不好都得让入 非常的好吃 注意这个花生碎是灵魂 把花生丑透了装袋子里砸碎就好 鸡肉切成长条 淋入我们的酱汁即可 你可以根据喜好点缀上小米椒 葱花香菜 至此我们的家庭版口水机就做好了 鸡肉鲜美多汁 皮脆肉嫩 半汁酸甜麻辣 滋味十足 还等什么呢 干饭了干饭了 我是黄金大仓鼠 我们下期视频见